各位觀眾大家好,我是莊修華 我剛剛接到一個補助的同座 他入稿的時候說他傳統的升款下面是流水 我原本以為是一個尋常的流水方案 誰知一體就... 嘩,為什麼這裡這樣安裝呢? 師傅安裝安全設備綫的時候 把綫綫放到後裏 現在因為綫綫在這裡夾著 所以這個殼跟升款分離了 那位就填上玻璃膠 不過應該填得不好所以就流水了 正常條線應該放在升款旁邊的位置 但為何會放到這裡呢?難以理解 那要怎樣解決問題呢? 最徹底的方法當然是找師傅來 脫掉條喉,重新再做過 但是你想即時把問題解決的話呢 還有一個方法可以介紹給你們的 就是用Spli-Li-Pi來補風膠 這支膠可以在室內外 大部分的物料 潮濕或者乾燥的環境都可以用的 補風膠麻煩 然後就可以在室內 再補風膠麻煩 可以即時滑風 但你記得在它完全高溫時 就不要觸碰它 大約等48小時後 這裡就完成了 其實暴風膏在落著雨滑的表面 還是濕粒粒的時候 還是很有彈力 它有彈性又沒有什麼味 從零下-30度到70度的高溫都沒有問題 而且又不怕紫外線 所以它是室外外都可以使用 還可以上水性油漆 不得不提的是透明版暴風膠 真是精盈激透 不會像一般玻璃膠一樣 發白變黃 明明不透明都叫自己做透明玻璃膠 所以在完工之後 暴風膠是好看很多的 同樣子 我會緊張 知道了嗎 聽得到 再一次 揚